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loose教练就督促我 一定要把减脂给剪下去 不然过了个年会更胖 那么在这个减脂的过程当中呢 他就跟我分享了一个很好的早餐秘籍 一定要多吃咱们的粗粮 粗粮呢 有的小伙伴特别喜欢吃 有的小伙伴呢会比较的排斥 我呢是属于后者 所以说呢 我就想着把咱们的海德里的这个蛋白呢 跟粗粮结合在一起 现在呢 在咱们的眼前就看到了 是煮好的山药 Bloose教练的 替我煮的 然后呢 咱们来看看 今天我们有什么美食选项鸡吧 首先呢 有咱们的老朋友 咱们这款锅吧 玩意烤拉的 打着买的 还有这款消化饼干 出现为特别高的这款 咱们的海德里的陆成辉专属 蒸服五星蛋白 以及咱们的烫烧咖啡蛋白 OK 那么赶紧开始吧 这阵子呢 我每天都喝这个烫烧咖啡 所以呢 觉得这个是越喝越好喝 里面有很高浓度的咖啡 还有我们的很丰富的这个蛋白 已经是我每天的必需品了 好 赶紧 来 咱们看一下 我倒的水呢 差不多在比一半多点 三分这少一点 因为太稀呢不行 太稠呢也不好 然后 好的 咱们看这个瓶的这个底部啊 已经看到 基本上是摇匀了 好的 咱们烫烧咖啡呢 就这个最大的优点 不需要再准备其他的这个杯子了 所以说呢 摇匀之后呢 这个声音咕嘟咕嘟咕嘟 也很好听啊 把这个杯子放在边上 等待之后的用途 然后拿起我们的 准备的这个小杯子 三样呢 已经被Blus教练呢 煮过了 所以说呢 是非常非常的柔软 像 一勺下去 就能抖起来 好的 咱们呢 把这个 这个 三样呢 整个弄成 把它给别粉啊 然后在这个整个小杯子的 最下部分 这个杯子呢 我特地选了咱们比较小的纸杯 在家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去选这种比较小的 或者是就像是咖啡馆 和咱们这个 义饰的这种杯子 好的 没问题 现在已经做得非常松散了 好了 然后呢 哎 再加点东西 然后呢 我们在 里边 加个 我的话 加的六块 六块锅板 因为是肉棍味的 之前我们用这个呢 也给大家做过一个锅板 好 那在 这个时候呢 倒入我们的咖啡 可以看到啊 它非常非常的粘稠 因为我的水呢 用的非常的少 所以说 哎 这么一来呢 它就非常的粘稠 很醇厚 最后一步呢 咱们的消化饼干不能浪费了 这个饼干的很大块 所以说 一分为二 好了 那咱们的这个蛋白早餐杯呢 就完成了 吃的时候呢 我们用这个饼干 把里面的蛋白咖啡 还有我们的香药 以及我们的锅把 咬起来 嗯 今天的这个水呢 控制的特别好 一点都不稀 然后呢 又不会太稠 整体呢 会像一个粥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说 咬起来的时候呢 可以咬的蛮多的 好了 那咱们今天这杯呢 就成功完成了 口感呢 依然是非常的妙 非常的好吃 最最最感谢呢 还是咱们海德利的这个蛋白 尤其是这个烫烧咖啡饮 因为我每天都喝咖啡 然后呢 高强度的这个工作 高强度的训练 很多时候很疲惫 所以说呢 有咱们的咖啡在这边呢 随时随地可以补充 尤其是这样的小瓶装 真的是大 这个样式也非常的洋气 最后呢 其实 刚才准备咱们蛋白呢 还是有用的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口感不够甜呢 我觉得咱们可以把这个蛋白粉呢 撒在咱们的这个杯子上面 相当于多了一层蛋白粉 就像在咖啡厅呢 有的人喜欢喝卡布奇诺 上面再加些巧克力粉一样 就弥补了这个作用 好了 那么今天我们的美食呢 就到这边了 你get到了吗 希望这款我最爱的糖糟咖啡呢 也是你的喜爱 好的 咱们下次再见 那么这边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是小火饼干 在海外读书时候呢 这个饼干呢就是最价廉物美的 而且呢 留学党呢必备 所以说这款呢对我有特别的意义 吃起来就觉得有道理那个读书的感觉 这个时候买买也很便宜 所以说 诶 我们把它们也吃完 所以说 诶 我们把它们也吃完 所以说 诶 我们把它们也吃完